我這邊是國稅局 今年已經符合退稅的資格 但是我們這邊必須收取一年的保證機 請你先匯到這個帳戶 然後我們確認後就會退稅給你喔 大便手法 日薪願意讓人防不勝防 最終的重點 就是讓民眾受到引誘要進行匯款時 金融機構的零貴人員 就變成重要的關鍵角色 也是阻攔關鍵喔 想請問一下近期對於詐騙銀行 有什麼防範的措施呢 詐騙真的防不勝防 永豐銀行守護民眾的資產 真的不遺餘力 集結全台分行力量來防堵詐騙 今年前8個月 分行防堵疑似詐騙案件將近400件 那累積金額高達新台幣2.5億元 最常見的就是假投資類型 再來就是假親友 還有網路購物等 大多都是透過線上的通訊軟體 來誘導民眾匯款 然後他們會以買車購物 還有裝潢 不然就是親友急需要用錢等 理由來掩飾這個匯款的目的 那當然再加上我們第一線同仁 細心積極的零貴關懷詢問 及時發現詐騙行為 避免客戶損失喔 除了防詐計校斐然 永豐銀行跟智力打造 友善的金融環境 落實公平待客服務 更跟上了時代AI大浪潮 導入了創新的科技 讓消費者在體驗金融服務的時候 潛意受到保障 獲得用戶以及非用戶的肯定